发生的命运就是接下来人类会发生的命运 当我们没有了粮食当干害水灾洪水并不断的发生 最后我们人也会跟人类为了来粮食的发动战争 普里镇大成国中日全举办环保蔬食专题演讲 透过讲师解说蔬食与环保的关系 希望鼓励学子们也能够来响应蔬食活动 一起爱护地球环境 演讲的内容其实主要是希望在这个地球暖化的同时 大家都是暖化的一个战士 对抗暖化的战士 然后大家为地球而努力 最基本的就是不要吃肉 尽量不要破坏生态 那现在最有名的就是大家都能够成为Vegan Vegan是B-E-G-O-N 也就是说它是用不伤害动物来做一种生活的一个模式 先元陈一军表示 透过不一样的角度 让学子们了解到蔬食的行为与环保息息相关 也透过宣导 让大家知道吃素也能帮助地球减碳 也是非常值得来推广 我们一方面教小朋友要爱护动物 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因为要吃肉 而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屠杀 其实这个跟教育的理念是相违背的 那我们也希望从卫生 从营养教育的角度 让大家知道 其实食物性的蛋白是优于动物性的蛋白 而且还可以免于吃到这些有毒的这个肉 那再来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整个环境教育的环节呢 要让孩子知道 他们透过每天 甚至于每餐吃素 可以降低多少的碳排量 那这样子大家一起来做 才能够真正有效的减碳 副一掌拍拳肯定达成国中的用心 也鼓励民众也能够来尝试蔬食 不仅健康也能为地球减碳行动 尽一份心力 记者陈维一普理采访报道